苏提达王后变胖了 现代礼服暴露身材缺点 脖子前倾身材五五分 太王马哈令人难以理解 生而为王却放荡不羁 言谈举止一直都是随心所欲 尤其在婚恋方面 后宫嫔妃更是眼花缭乱 被大众视为一处攻心计 苏提达王后这段时间变胖了 穿上现代礼服暴露身材短板 脖子前倾而且身材五五分 看来苏提达作为平民女子 该修炼的地方还很多 尤其气质方面更是直接跟不上 根据泰国媒体爆料 马哈国王夫妇参加皇家电影展 观看了哈努曼白侯的影像和其 这段时间泰国王室公务繁重 70岁的马哈国王连轴转 苏提达也一直处于半价状态 王室办公室发布公务诏后 不少读者立刻发现 44岁的苏提达发福和油腻了不少 看来后宫的伙食很不错 没有让苏提达王后相消欲减 身材反倒变得朱元郁润起来 以往出席活动的时候 苏提达总是会选择泰式礼服 这回却换上了一席大红色现代礼服 本来红色就容易显胖 再加上王后这段时间放飞自我 导致这套造型瑕疵很多 细心的读者立刻发现 只要苏提达换上现代礼服 就会或多或少暴露身材上的短板 虽然苏提达是空姐出身 但是身材五五分的缺点很明显 尤其这套身V碗礼服 更是显得整个人都五大三粗 太王从皇宫的王座大厅出发 来到曼谷巴吞旺区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皇家电影节 44岁的苏提达一身红亮相 虽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但是却被拉胯的身材脱了后腿 头发高高盘起充满贵气 但是身材却发佛了不少 导致整体造型翻车严重 不光身材五五分 而且脖子也有些前倾 苏提达总得给人一种 头重脚筋的感觉 苏提达拥有一半华裔血统 很喜欢穿大红色礼服 雕榜自己中宫王后的身份 但是此次却有些得不偿失 换上现代礼服之后 暴露了自己身材上的缺陷 以往王后注重形象和身材管理 将自己最美的一面 展现在镜头面前 但是现在苏提达已经一家独大 不再对自己高标准和严要求 身材横向发展 已经是必然现象 根据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 苏提达在军中服役十多年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军事训练 因此换上恨天高鞋子 总是有种站不稳的感觉 重心一味朝前转移 在公务场合着实有些不合适 难怪不少独者吐槽 苏提达王后身体前倾 已经是老毛病 换上现代礼服 让缺点暴露无疑 甚至还没有旁边的马哈国王笔质 实在是有些不应该 看来苏提达需要加强 仪容仪态培训 这套造型最大的败笔 还是在身材上 反倒脸部很出彩 无论妆容还是发型都很合适 不得不感慨苏提达是不老女神 虽然已经44岁 但是皮肤却很细腻白皙 脸上居然没有一点褶子 翻看王后以前的造型 发现拥有完美的S曲线 跟现在的臃肿形象 简直判若良人 看来减肥的女人们终身的事业 少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就会彻底前功尽弃 泰国帝后恩爱携手 出席皇家电影节的时候 全城都手牵着手 不少读者也不禁感慨 现在的苏提达辩的朱元玉润 真是别有一番疯 只不过不符合现代白有兽的审美 也许在马哈国王眼里 朱元玉润的身材更加有吸引力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苏提达的身材就有了巨大的变化 已经完全没有了聚安斯威的想法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初希拉米宠冠六宫 就是因为身材走样后失宠 以前的苏提达身材纤细 站在太王身边明艳动人 为自己尚未奠定了基础 皇家航空局虽然美女如云 但是苏提达却是最出彩的那等 立刻吸引了太王的目光 入宫十多年的时间 苏提达一直保持着纤细的身材 直到最近才发福起来 用现代审美来看 王后的身材已经有些失控 穿上大红色的礼服实在不合适 脂肪都堆积到下半身 再加上脖子前倾 给人一种大头娃娃的感觉 马哈娃吉拉龙公已经七十岁 依旧西装比挺无比帅气 也许苏提达是有意为之 故意变胖 衬托马哈国王的帅气 这样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